機器紅隆隆轉個不停 超大型的衛生紙捲筒 一個一個排排帳號 等著裁切 各種家庭用的衛生紙 餐巾紙 這裡是全台灣最大的家庭用紙廠 首度曝光 各種機器二十四小時不停運轉 一年的衛生紙產量 足足可以繞台灣七十圈 大概四十五分鐘就可以完成 所以是全台灣最大的 跟最快的造紙機 一天我們大概有三十幾分 我剛剛有講一百噸 不但產能驚人 業者也引進最新的技術 提升衛生紙的品質 民眾最有感的柔軟度 過去都是讓消費者 雙手伸進紙箱中進行盲測 現在採用最新技術 精準度領先全世界 我們都投資了這樣一個 我們叫做TSA 叫做柔軟度檢測儀 它的TSA就柔軟度 已經達到了八十六 國際的大廠 他們的這個柔軟度都還沒那麼好 從研發到生產 過程全部都在鏡頭前曝光 有了最新技術 業者更能針對不同的需求 包括從一層到三層 或是後半衛生紙 甚至可以直接丟進馬桶的衛生紙等等 兩身打造各種最佳產品 而最後的品質把關 交給精準度最高的AI系統 我們的品質就是即時回歸 所以你會看到它是曲線圖 我們設定譬如說我們的重量 要維持多少 那它可以查看那個曲線圖 如果超過我的警訊上下值 它就會做調整 海外市場是 當我們持續擴大兩岸的成長以外 我們會不會不忘布局 未來海外市場 生產動能會是從節品 然後第二除止 第二我們會持續的去擴大我們的 或是我們的所謂的生產的效能 包括更多的自動化的設備投資 過去從精緻材質到現在柔軟輕膚的面紙 你我日常生活中隨手一抽 天天使用的衛生紙 每一個環節都不能馬虎 才能維持最高品質 讓每一個消費者用的安心 用的放心 歡迎新聞 紅市場吳明葉 劉沛婷 台中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